被誉为最会得奖的大导演库斯·杜利卡 出身于有欧洲火药库之称的钱南斯拉夫 他在20年前以讽刺政治超现实的电影《地下社会》 成为第一位39岁以前两度登上砍成金棕楼宝座的导演 在台湾上映20周年地下社会重新推出数位修复版 台湾的电影人也重温了当年的感动与惊喜 这部电影本身是非常热闹 非常有火力 然后有冲劲 还有一个态度 我不知道是电影节那时候本身的一种氛围吗 或者是它可以营造出的一个集体性 那地下社会在那一批电影当中就是非常突出的 1995年电影发明100年 塞尔维亚导演库斯·杜利卡凭电影《地下社会》 第二度拿下砍成影展金棕楼大奖 导演林树宇回忆 金马影展是当年唯一能在大萤幕看艺术片的机会 地下社会一票难求 我们就是一群人当然就说有幸买到票 看得到的那一群人 因为就是Costa Rica的电影 我觉得至少在我那个年纪 你知道我才那时候才19岁 你说去接触到这样子的一种 这么精致但又这么疯狂 又这么完全不像 我以前在电影院能够接触到的电影 一开始的时候是两个人在一个马车上面 后面跟着一大群乐队 然后乐队在那边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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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面在那边撒钱 然后在那边接起来 这是什么 你知道已经是一个 这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我觉得 Costa Rica它厉害的地方是 它让它所呈现出来的 这个世界的一个荒谬 它让它成立 这个是我那时候不会懂 我只知道我看的是 很过瘾跟很爽 我不会尴尬 电影描述一群塞尔维亚革命家 为了躲避德军搜捕 躲进豪宅地窖 却在大战结束后 被豪宅主人瞒骗 以为战争仍在继续 我觉得Costa Rica 它应该有很强的 那个吉普赛的血统 你看它的音乐就想得了 你看它那个场面调度的那种 弄到极复杂 但是它有非常的乱中 有生命力 这样的东西在国际上 是会让人眼睛一亮的 1995年 由慧珍担任金马银展策展员 当年让她眼睛一亮的墙片 成了经典 其实地下社会 是一个很严肃的组合 包括篡改历史 包括重新去编写国家的神话 到最后去悼念一个 不再存在的失去的国家 然后这个影片结束之后 Costa Rica 变成一个没有国家的人 然后她就流亡巴黎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哀悼的电影 战乱年代 Costa Rica用华丽的视觉和音乐 融合多种摄影手法 创造出电影魔幻写实的极致 用镜头回应祖国 复杂难解的历史 也带给世界一扇 观看大尔干半岛的窗